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11月17號 0點了 那我們來玩一下這個天原決戰吧 天原決戰也已經距離結算期只剩下最後一天了 那這個結算期最後一天呢 他在三天後結束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你只剩下一天多的時間可以打 那剩下兩天呢 他是就是留個紀錄然後讓你去看 但是已經不能再打了 所以不要忘記打 因為當時我的策略應該說在劍遠征也是一樣 每天打打免費次數就好 不急著爬 因為呢我們先讓高手爬到這個頂端去 然後我們下面在爬的時候呢 這個高手就會少一點點 那所以說呢現在差不多要開始爬了 那我的戰力大概是在4300左右 所以不管是4000幾 我們就是挑一些這個戰力比較低的 先穩穩的獲勝比較好 因為獲勝呢這個才可以得到那個什麼積分 如果輸的話反而會扣積分 所以我們先無腦的找一些這個戰力比較低的 哇這個神秘人是NPC NPC的那個等級好高喔 然後全部都是彩色的這個角色 雖然說NPC的佈陣可能是亂百 在劍遠征的話你碰到NPC幾乎都是贏 可是 可是在這個烈火戰技啊 畢竟強那麼多 其實打每一隻如果說戰力高你1.5倍的話 都跟推土差不多 好我們就慢慢爬吧 這個 你一定要拼到鑽石喔 因為鑽石的這個獎勵就 就算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現在還在黃金 所以今天我應該會花蠻多時間 要開始爬這個 這個這個天圓喔 我們看這個賽季的獎勵 賽季獎勵的話 這個勳章齁一開始是不可能 也就算你拿到第一名 你也不可能拿到這個這個大勳章啦 因為他這個最多就是1000點 那這個是可以累積的 所以說可以知道說這個天圓 這個天圓決戰嗎 叫什麼名字 對天圓決戰齁 它是一個循環的任務 可能是一個月一次 又或者是兩個月一次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獸勳的這個頭像框的這個點數 是可以累積的 那賽季獎勵咧 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大師喔 大師跟這個傳奇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拼到大師又或者是在 鑽石1 2 可是再怎麼樣你也要拼到鑽石 鑽石45 鑽石45吧對不對 因為畢竟這個也算是很不錯的東西 10抽或是5個 或是這個 這個鑫焰之挺喔 所以最好的話是拼到鑽石 鑽石2 鑽石1 反正盡量就是拼到鑽石啦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繼續打吧 我離鑽石也就是只差500了 對不對 那我們來找找看喔 一樣也是一樣齁 都找這個大概是3700 3800 3700 3800大概是卡在240級 那如何突破240級呢 就是你的5隻角色都要達到240級 接下來就可以在那個 接下來就可以在那個什麼 那個賢者學院裡面 開始用那個 新城啊 然後還有金幣跟經驗值 一級一級升喔 所以240級 5隻角色剩240級通常會卡很久 因為那個 升240 220到240 需要4萬2的這個粉塵嘛 那如果說不課金啊 沒有課那個 新城祭喔 如果說沒有課金的人 像我這樣的話 其實也是玩了好幾個月 才讓5隻角色升到240級喔 那靜音遠征也是一樣的概念齁 那個新城是非常非常欠 所以當時啊 這個 這個新城祭的那個什麼禮包 那個算是月禮包吧 幾乎都沒有停喔 所以算是課蠻多的 也就是說 光是課這個大小月卡 加這個新城祭啊 其實就已經課得差不多了 那像那個什麼 無盡征途齁 無盡征途這款遊戲 我就比較沒有課金 所以說 這個無盡征途我先玩 然後再玩烈火戰技 那無盡征途呢 我5隻角色也都還沒240級喔 所以我無盡征途角色的進度 比烈火戰技慢慢多的齁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目前來講呢 這個策略還算是成功齁 就是 挑一些戰力比你低的打這樣子 那但是還是有些隨機成分啦 因為我畢竟我現在是連隊伍連看都沒看齁 就直接懵著眼打 不過這樣看起來好像勝率還不錯齁 所以來看一下我的這個第一隊 我的第一隊齁 就是這個安娜部落隊 然後第二隊齁 第二隊是混搭 значит 主攻守成女王 然後有這個新的這個這個 馬雞齁齁齁齁 但是馬雞是紅色 然後第三隊也是混搭齁 算是有點空場這樣子 然後有這個奧斯韋爾 一個大盾妹 大盾妹我覺得還算滿坦得住的齁 然後主輸出手是冰龍這樣子 那冰龍的話 我有給他前能10級齁 那當然就是點攻擊力啊這樣子 不然的話 這個少一個主輸出手 好然後券買一下 這個券還算蠻便宜的 那就這些都4000了 4000就不要打 這個才加19點 我們再刷一下 啊刷新開始要鑽石了 糟糕了 所以你差不多今天要打 因為他寫說這個倒數時間剩一天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還有兩天 今天算一天 然後到了明天零點之後 就會倒數23小時 所以應該是還有兩天的時間 不然的話沒有刷新功能的話 真的是很麻煩喔 我們來領一下 這金幣我已經領了是不是 好我們來抽一下 看看這個碎片可以給我什麼角色呢 來一個深淵聖殿 也是不錯喔至少不是肥料 是咪咪眼 自古以來咪咪眼都是比較長的 好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隻咪咪眼 咪咪眼的話呢 他現在是紅色 紅色還有一個指甲 看來有機會給他生到這個金色喔 好那我就應該說彩色啦 那我就給他生一下好了 咪咪咪眼不要生錯 這個肥料不要吃錯 應該這樣子吃 然後他吃完之後呢 再這樣吃 欸差點浪費 好咪咪眼 咪咪眼的話我覺得他單體傷害應該不錯吧 他有那個割裂的效果 所以拿咪咪眼去打BOSS 不知道傷害好不好 但是PK的話呢可能就作用沒那麼大了 那順便一下喔 這個預前同預賽 別忘了領一下 我已經領過了是不是 1200 好我們再繼續打喔 因為距離結算期他寫一天的話 應該還有一天多 如果不到一天的話 應該是會寫23小時 然後22 21應該會把這個小時寫出來喔 好所以說我今天我就是盡量打齁 看看有沒有這個 這個4000以下的戰力讓我打 然後明天就真的要認真打 因為現在我刷新需要鑽石 然後我記得越刷新鑽石會越多 不能刷新真的是很麻煩喔 呃 黑田御二 這是我們工會的齁 這個我知道 台積鏈技術員 呵呵呵 好護國神山 打打打打打打打 這樣子 好看看行不行 OK沒問題 好希望不要用到這個刷新喔 喔這邊又是一個台積鏈技術員 這邊有一個阿頂齁 阿頂是244級 我們打保險一點好了 我們再繼續打護國神山好了 哈哈哈哈 人家薪水那麼高 所以說應該是不會介意啊 好 穩穩的獲勝齁 穩穩的獲勝 不然輸的話還要扣分 好這邊還有一個阿曼達可以打齁 就是挑自己的 就是挑比自己戰力低的 也沒有什麼佈陣想法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不過這個要loading 讓我覺得是說奇怪這個系統 這系統是沒有做好嗎 像這個 像這個就是 敵人都已經超過4000 我就想要花 花石鑽石刷新齁 那有刷到一個 至少有刷到一個 因為呢 你打完一個敵人之後呢 他會自動再把你刷新 所以說 就算我刷新之後呢 如果說 只有出現一個戰力比較低的 但是他的分數很低 我還是會打 因為買這個次數比較便宜嘛 就當作是 打一個敵人 然後幫我這個刷新一次喔 我記得是 越刷越多啦 所以你要重置這個刷新 跟這個購買的那個 鑽石次數的話 就是說 他是越買越貴嘛 那你要重置回來的話 必須要到隔天的零點喔 好 像這一關的話呢 雖然說這個 最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這個競爭對手 他的那個 分數比較低 但是 就 打完他之後呢 至少他 他會幫我刷新一次嘛 那目前來說 買券比較便宜喔 好 然後 嗯 哇 糟糕了 這些 這些的戰力都太高了 再刷一下 哇 這些都很高耶 所以 大家是怎樣 還卡在這個地方嗎 好吧 那 嗯 我想想看喔 這 這個不知道行不行喔 這個才低 低我100K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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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我的勝率只是高一點點 但是這個隨機成分還是很重喔 然後 我又沒有 我又沒有去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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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型 喔 好危險 然後再來 這邊有一個威爾森 OK 如果對方是240級的話 大概可以猜出 他其實沒有完全240級喔 因為他最低會幫你等級拉到240級 所以就算你的那個角色弱一點 可是如果說你在行者學院有升級的話呢 其實等級上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優勢啦 哎呀 輸了輸了輸了 喔 輸一場扣59分耶 扣超多的 嗯 欸欸欸 這邊有一個 這個這個戰力低我很多的 哇 所以說 所以說還是穩穩的打啦 不急啊 那明天的話呢 應該說今天休息一下 那明天應該會有更多的 呃 高手再 再繼續往前的 那我就 這個 我們比較弱的 就等這些高手 繼續往前爬之後呢 我們再打這樣子 嗯 哇賽 鑽石 鑽石4要到8000喔 我現在是7852 嗯 再刷 10鑽石 哇 這些戰略都好高喔 再刷 你們趕快往前爬好不好 好再刷 啊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好 希望可以打贏喔 3869 可是我覺得戰鬥不應該刷那麼久啊 這應該是一打之後 馬上就可以讀出來戰鬥結果了 應該啦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loading 好吧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剩下我們也在刷 至少 達到鑽石5之後 已經到達我目前設定的低標 因為至少這個 這個什麼 柏 停柏嗎 柏石召喚禮包 還有兩個 然後鑽石2的話 這邊是三個 大師是四個 那就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不要忘記爬一下 那我覺得還有一天的時間 所以 期望這些高手呢 盡快爬到大師 然後這邊剩下一些 這個跟自己戰力差不多的這個 競爭對手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